台東的棒球推展困難已久 但在7月5號的早上 有了新改變 台東縣甲組城棒教育基金會的成立 對於本縣的棒球選手 以及有心人士來說 彷彿是吃了一顆定心丸 這個企業來說明 我們的這樣的一個構想 那也獲得台東紅珊瑚企業 來捐助了一千萬 基金會董事名單包括了縣長黃建廷在內 而教育處長台東體育會理事長等人 也都是這基金會裡頭的重要成員 而未來在東部地區的棒球運動 能否再度的活絡 這也是基金會將會面臨的重大考驗 以上新聞是由東台新聞部 范耀玲台東報導